數碼世代下 都市人手機不離手 分享短片壓力更是常態 不過部分人妄顧他人感受 甚至破壞自然生態環境 美國佛羅里達州西南部 薩尼布爾一個海灘 更是經驗多個巨型心動 正正是遊客為了壓力 嘗試TikTok How can you take 挑戰的結果 有據聞投訴 過去一星期已經在海灘發現4個洞 深度達1.5米 寬度達1.2米 甚至散步時差點失足跌入去 形容情況是前所未見 當地警局上星期在Facebook上載巨凍照片 還有一把橙丟棄在內 警方嚴持要求在海灘滑動者 離開前確保將洞還原 因為除了威脅其他遊客安全 對而面臨諸多生存威脅的海龜 以及正直腐發時間的小海龜 都會帶來危險 薩尼布爾市政府表明 歡迎遊客來海灘玩沙堆城堡 滑動請自行負責善後 目前當地公共工程團隊 已出力修復好有關坑洞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